哈喽大家好,我是群猫 前几天尤诺正式发售了他们的第一款F1全画幅镜头85mmF1.8 虽然85这个焦段目前可选的镜头有很多了 但它依然十分吸引我 因为竟然这么便宜 要知道F1全画幅自动镜头里除了索尼的2870套机狗头外 它就是定价最便宜的一只了 那即使是索尼弹于50mmF1.8 现在新的也都要1500多 而永诺的85.8新品却后才1300多还送了UV镜 等大量铺货价格稳定后呢 我预计还能再便宜一些 但是它实在是太香了 我等不及 所以直接买了第一批货 让我们来试试它到底表现如何 现在简单开箱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外包装是永诺的一贯风格 打开包装呢 我直接看到了一个脏脏的前景片 很强 我用之前还得先擦擦 要不是我在永诺官方商城买的新发布的产品 我都怀疑这玩意是二手的 好的擦完了 然后呢 我又发现了镜片的内部还有几粒灰尘 虽然并不影响成像吧 而且原厂近灰也是经常发生的 甚至还有最近的驶马牺牲器 但是呢 出厂带灰 品控还是得继续减分 我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个例啊 但是就我买到的这个来说 确实是太脏了 那我也不想黑永诺 我还挺喜欢这个牌子的 50 1.8 100F2 EF的转接环 陆陆续续呢 也买了不少永诺的产品 比85便宜的镜 都挺好的 唯独这次翻车了 如果有也买了永诺85的小伙伴 欢迎在评论区里反馈一下 你们的品控如何 希望我这个只是个例吧 那接着啊 这个真光罩装上去跟后配的一样 就显得很违和 不过呢 内壁有磨砂消光处理 做工还是很细致的 再来看一下这个镜头的外观设计 塑料外壳 做工和质感还不错 这个logo呢 我觉得没有原来的好看了 而且这个红圈也没加能的味 反而有点像 三羊 镜头的侧面呢 由AF-MF的切换开关 方便切换手动对焦 好评 还有自定义按钮 方便操控 好评 底侧呢 还有个橡胶塞 扣开是Type-C的接口 用一声机固件 Type-C好评 但是这个位置 如果能做成围着那种 在卡口里面的就好了 可以完全的隐藏掉 不过也不碍事 这个位置平时也看不到 镜头的口径呢 是58毫米 这个是真的小 重量仅346克 也是众多8物里面 最轻便最小巧的 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是0.8米 属于平均水平 好的 废话了这么多外在的 我们上机试一下 它的内在如何 对焦测试呢 我准备了两台相机 一台是索尼的A723 M3的用户也可以参考 因为M3的对焦性能 是比R3要好的 另外呢 还有一台老古董 NX52 发布于2012年 在那个年代 甚至还没有AF-Z连续对焦 只有AF-S单次对焦 所以这基本上 是一卡口对焦能力的 最差水平了 所以如果永诺85 能在哪系上用的话 那A7全系列都稳了 首先来看一下 关注最多的 连续自动对焦能力 还不错 速度很快 在副场镜头里面 属于表现比较好的 拍照完全够用 然后使用2012年的 NX52进行魔鬼测试 注意啊 这机器只有AF-S单次对焦 这几乎是 一卡口的最低对焦能力 永诺85的响应速度 非常快 要知道受限于机身的性能 即使是原厂的 F1镜头也就这个速度了 而且焦点准确 我测试下来 10张有9张都是没问题的 这就是说 即使是最老最差的机身 也依然可以使用 永诺85进行 快速准确的对焦 不会出现转接镜头时 反复拉风箱 也对不上焦的情况 对焦好评 然后是视频拍摄 连续对焦测试 焦点切换很流畅 没有抽搐 声音也很小 只有把耳朵贴上去的时候 才能听见一点 但是手上还是能感觉到 马达的震动 那我尝试录了几段视频来测试 在声音上几乎没有干扰 用来拍视频 没什么问题 好评 不过呢 缺点也有 就是这个镜头的呼吸效应 跟在变焦一样 然后呢 抗圈光能力和色散不行 回到照片拍摄 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下 它的画质表现如何 因为我主要拍人像 对镜头画质的要求并不高 反正都是要磨皮的嘛 那这里简单的放几张 随拍样片大家看一下 单从这些照片上来看 永诺的全开画质 中心锐入可用 变远较差 不过这也是正常发挥了 那之后呢 我会出一期永诺85和 维卓85 还有索尼85的横向对比 画质方面的详细测试呢 我们放到下期的对比视频中去 简单来说呢 永诺85的画质表现良好 总结 永诺85的整体表现呢 是令人满意的 要知道在相同价位下 索尼501.8的对焦拉帕 反复抽风 三阳352.8的全开吸烂 焦内虚化 而永诺全新到手 1300多的价格呢 能有如此的表现 真的是非常棒了 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呀 它在众多85里的表现如何呢 我还没有对比完 但是放在1000出头的价位里 它已然是性价比之王了 那如果您的预算不多 又恰好需要一颗中焦镜头的话 永诺85值得优先考虑 好的 因为我也是今天才刚收到镜头 先简单的适用一下水一期视频 肯定有很多我没有讲到的内容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问我 那接下来呢 我会筹备做一些大蓝豆来测试 它在各方面的性能 最重要的是 会拿它跟相同定位的其他镜头进行对比 尤其是跟关注度很高的 维着85.8二代 以及索尼原厂85.8的对比表现 还有焦段不一样 但价位差不多的三阳75.8 它们四个究竟谁更值得买呢 记得关注我下期不迷路 好的 如果本期视频对您的选购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为我点赞投币收藏一键三连 好的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 by bwd6